但是以后我会再说 祝你们加油 当然我不认为钟明轩有被收买 不然他不会说北京的空气很臭 因为这种言论会引起 小粉红和当局的极度不适 大家好我是大树 曾多次表态不喜欢中国政府 甚至发表了很多反共言论的台湾网红 钟明轩最近发布了一则 名为一个人去中国大陆的影片 没想到这个视频 却引发了网络海啸 很多朋友认为钟明轩的行为 是在为中共当局带风向 叮嘱大家要小心他 还有的朋友则认为 钟明轩的言论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钟明轩作为反共的人物 他有没有崩塌人设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讨论一下 记得点赞关注哦 钟明轩一直以来就想去中国大陆走一圈 但是他的经纪人就曾经有告诉过他 你去哪都行 但是千万就不要去中国大陆 对此呢 他的经纪人呢 还有问过自己的国安朋友 这个国安朋友就是告诉他 能不去中国 最好就不去中国 但是钟明轩则觉得 我只是讨厌中国政府 我对那里的人们没有任何想法 而且凭借以往去柬埔寨啊或者是印度这些国家的经验 他认为不能透过媒体还有官方上面的资讯去认识一个国家 那要想了解一个国家呢 你就得通过切身实地的进入到这里 你才能真实的了解这里 而且呢他强调这个世界上95%的人都是主观的在活着啊 相反呢他认为啊自己没有那么大牌 所以客观的理性来讲 他不会有危险 他就去了中国 那去到中国后呢 让他赶出最深的啊 就是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这个司机呢看上去很热情啊 但也很八卦 一直呢在对钟明轩输出爱国教育 但是钟明轩呢都很高情商的给回避了 比如说啊这个司机说 台湾啊在中国大陆人眼里啊终究是中国啊 然后钟明轩就说呢但你们去台湾你得办入台证 我们来你们这边呢也得办台胞证啊 你们拿你们的护照是无法入台的 也就是变相的解释了 中国和台湾呢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所以呢司机大哥啊知确的说道啊 但是以后会统一的 紧接着呢钟明轩就说啊 祝你加油 其实这段话呢就已经表明了 钟明轩的立场了啊 消灭了司机大哥的心中幻想 让他认清了现实 但是司机大哥呢也不能眼地扫面啊 所以凭借着自己以往接待台湾人的这种经验啊 变相的解释说道 80后的台湾人是希望统一的 90后的孩子思想啊就不那么深刻了 总之呢司机大哥呢就是对钟明轩啊 一顿的输出爱国教育啊 输出两岸一家亲大一统的诸如此类的思想 那在这段对话当中 其实最具争议的就是这位司机大哥啊 说北京人都喜欢讨论政治 而从小接受海外教育的钟明轩则认为 大陆人是很害怕讨论政治 所以这段高反差的对话呢 就导致了大家对钟明轩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甚至认为这样的视频会洗脑一群人 其实呢我认为这些朋友的顾虑啊 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我们知道很多台湾年轻人一直把民进党说成是绿共 甚至不理解民进党为什么要禁止服吗 为什么要搞台独刺激魔共 为什么要和魔共针锋相对 而对岸呢一直在鼓吹民进党在搞独裁 说民进党呢在给台湾人洗脑 而钟明轩的这种做法恰恰就变相的凸显了 好像民进党在有意的给台湾人洗脑 往脑子里灌输中国很危险的这种恐惧和思想 而钟明轩呢二十多岁 正好和台湾的那群感性的缺少社会经验的 甚至是极度反感民进党的年轻人 他们差不多是相访的年龄段 那么这样的视频恰巧就很影响这群年轻人 钟明轩的这类视频呢 恰恰就符合了中国故事 符合了魔共的意识形态 因为作为反共言论的台湾人 他一直在海外接受的信息就是中国呢 是相对危险的国家 这里呢不按正规的法律流程走 没有言论自由 经常呢会因言获罪 结果他小心翼翼的进入了中国之后 他还去了最危险的北京 中国的首都 结果他发现 这里不仅不危险 人们还很热情 甚至还很爱讨论政治 这完全就和媒体里渲染的中国是不一样的 这种高反差的结果不就是显得海外在造谣抹黑中国吗 同时这类视频呢也会非常影响翻墙出来的国人 当然呢我不认为啊钟明轩有被收买啊 不然他不会说北京的空气很臭啊 因为这种言论呢会引起小粉红和当局的极度不适 从而出征他 相反呢我认为钟明轩呢 他是个很有个性 他喜欢不一样 甚至呢是很大胆的年轻人 所以这种性格特点 就让他扮演了一回大外宣 事实上呢 中国到底是好是坏 我们用几天的感受 或是跟当地人了解 那是完全了解不出来的 不然不会有 路遥之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么一个说法 而且说去良心话 中国真的是梦幻的国度 从表面上看 那是真的高度发达 基建狂魔嘛 但是这些都是面上的 一天灾人祸 基建就各种崩塌 所以才有豆腐渣大锅 面制工程等这些称号 那么短短几天就想了解中国 自然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呢 反共言论的人 到底去中国有没有危险 澳洲的杨军 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时还两年 还有台湾商人李孟居 去中国后遭判刑一年十个月 这些呢 都是很好的例子 也就是说呢 不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判断 去挑战魔共的认知和底线 你永远不知道 社会主义的铁拳 什么时候会给你中击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而在钟明轩的这个视频里 他之所以给人造出这么一种错觉 那就是因为这个视频很主观 缺少对比 也缺少客观的事实根据 那么我看到啊 公子沈对这个事件呢 进行了评论 同时呢 他也给钟明轩提出了一些旅游的建议 那就是建议他多多去天门广场 和信访办拍拍视频看看 说不定呢 会有不一样的认知和惊喜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好了我是大树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